业余棋手一步登天夺得全国个人赛的精彩队局 我们来欣赏 王阔先手 向三进五 赵欣欣后手 炮八平四 采用过攻炮也是比较常见的硬法 这时红方一般多走马二进三 但实战 王阔选择强挺骑兵 是为了把布局纳入自己熟悉的轨道 黑方马八进七 同方炮二平四 形成四脚炮 是在当前局面下被公认为比较协调的阵型 那值得一提 以往黑方比较常见的硬法是居酒平八 马二进三 足七进一 马八进七 那一般这时黑方才考虑马二进一 同方在居酒进一或者居酒进一 这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布局套路 双方另有攻守吧 但实战当中 赵欣欣选择先马二进一 这是近年来兴起的变化 随着王天一后手也比较喜欢采用这个变化 虽然他已经提早回家 那以下马八进七 靠而平三 由此可见黑方先跳别马 区别就是为了争取更快出动右翼 那红方马七进八 封住AG 也是针锋相对 不怕黑方炮四进三打马 因为马踩边足 要炮四先手 所以赵欣欣直接炮四平五 描住红方五根的中兵 红方马二进三 四击进炮或者退炮保护中兵 所以赵欣欣直接炮打中兵 红方不适 黑方在炮五退一 打马 准备打破封锁 但这种战术力弊参半 有可能导致将来九路G 反而比较晚出 我们来看 红方马踩边足 咬炮 黑方炮三退一 准备G平二再G二进三 的攻击手段 所以红方兵九进一 一举两得 可以支援边马 适当时也可以G九进三 两举 黑方G平二 红方G九进三 那不局至此 应该说双方各有千秋 但这棋有点讲究 因为现在黑方如G九平八 那红方可以考虑G九平五捉炮 黑方不得不查 如足五进一 红方可以冰九进一 准备炮八进三 风G再冰七进一 打中足这么一个思路 那另外 每当黑方炮三平五 那红方就有G五平四 等于通过顿挫 骚扰黑方的阵型 下一步准备G四进四捉马 或者马九进七 咬霜 和冲边兵等先手 那红方可以满意 回到实战 赵欣欣 他选择G二进三 先捉马 那王阔顺势 平九进一 随时还服有G九平五捉炮 所以赵欣欣 选择足三进一 反击 现在不怕 足三进一 因为区别就是黑方可以 足五进一 那现在炮八进三 当然没用 因为足三进一 白痴冰 但实战王阔 当然没有平中鞠 而是接走炮八平七 炮欣欣 利用弹子炮攻守剑备 由此化解黑方三路炮的攻势 足三进一 炮七进流 马一退三 G一平二 同方通过对子简化 抢一步 量鞠的先手 准备G二进七 捉马或者G二进五 骑合等等 那这时黑方如 如七进一 同方还服有炮四进二 炮五 小手打足 黑方如推炮 那马三进五 另外如马三进四 则G九平六 同方都是战优 所以实战 赵欣欣 选择先向七进五 同方兵三进一 黑方四六进五 准备G九平六 但想得美 同方马三进四 风居 黑方祖三平四 鲜味炮生根 同方G九平七 捉马 马三进四 G二进七 再捉 那不知你们对这个棋 有什么看法 那这起红方 稍微比较主动 但这里黑方 有一副巧手 我觉得值得一提 就是 大胆气马 石破天惊 那红方 当然可以吃马 哪一方 G九平八 暗藏一副 现居的妙手 例如 那 因为红方 如G七平八 那 G八进九 掉江 退炮 马三进四 杀齐 好 当然这里 红方是可以选择 初帅 第一手 但黑方 会马三退一 吃兵 那形成一个对攻 比较激烈的局面 双方可下 好 回到实战 赵欣欣 并没敢随便弃子 选择G九平七 当然比较稳健 那 王阔顺势 马四进三 是意味深远的一步棋 但长 马三进一 从边线 切入 那值得一提 此时 黑方如 G七平六 多炮 那 红方可以从容的出帅 那 黑方只能 居度进二 宝马 那 红方就会 马三进一 下一步威胁 跟实战类似的 各种攻击手段 所以我们先回到实战 来欣赏 那上一步 红方 马四进三 这时 照星星选择 足五进一 打通足零线 同时 引诱红方 打踩足 那 那 这时 在 G七平六 捉炮 要用的是 引离战术 因为如初帅 那 居度进四 捉马 黑方 这棋 显然可下 但实战 广阔 当然没有 马采足 因为他 早已 神谋 远律 果断 马三进一 滑五 马入边线 天外 背线 准备 G二进一 强行 平跳卧槽马 那 我们来到 整盘级的 转折点 黑方 比较 激紧的走法 应该还是 马四进三 挑兵 也准备 G二平六 战略 那 当然 红方 会先 G七平四 但这棋 黑方 可以考虑 四五进四 先 匕首 如果G二进一 强行 攻杀 那 可以简单 上市 马一进三 出将 同方 暂时 没有什么后续 那 黑方 还有 马彩兵 完全可下 但 实战 照星星 并没有 走 马四进三 反而选择 奥五 平六 为了 推炮 防守 却是一步 败招 忽略 王阔 早已 暗藏的 连续手段 我们来 欣赏 首先 G二进一 好奇 腾出 马跳 卧槽 的同时 也浮有 奥四 平三 和G七 平四 等攻击手段 所以黑方只能 暴六 退三 打马 红方 马一进三 黑方 暴六 退一 那 关键是 红方 该怎么入局 如果 你想的是 G七 平四 那 恭喜你 答错 因为黑方 还有马四 退六 解围的 一个 巧手 如海 随手 比如说 炮 打马 那黑方 刚好 有一步 惊天 妙手 爆 G 上当 他选择 G七 平二 形成霸王 G 南序 有力 威胁 G二 进一 从底线 突破 那黑方 无奈 数 退六 先闭一手 但红方 还是 爆 火断气 马 胸 有成竹 黑方 如G 吃马 那G二 平四 再G四 平六 吃四 在威胁成 底G 或者G二 进三 或者炮四平三 都非常严厉 所以实战 赵青星 只好选择对G G二 进六 四四 进五 想死守 但王阔 一不作 二不休 G二 退二 捉死马 恰到好处 因为黑马 都不好 跳到六路 否则 打掉黑炮 如马七 进五 则G二 退一 准备在G二 平四 红方 也是得子 得势 所以实战 赵青星 真的无奈了 含着眼泪 走 主四 进一 那以下G二 平三 马四 进三 炮四 平二 要用闪击手段 破门入局 因为黑方 如G二 平八 那红方 可以简明 G三 平四 捉炮 如四 五 进六 那马三 退二 我方多子 还可以过兵 基本胜定 另外如G吃炮 那G四 进一 威胁抽将 如退G 牵住 那五方 马九 进七 威胁 G砍 中士 基本也胜定 我们回到实战 赵星星 都看到了 所以他选择 出将 但也防不胜防 那王阔 那王阔 从容的 冰三 进一 华五 巧度三 冰 同方的攻势 如虎 天翼 准备 居三 退一 那黑方 如G二 平八 同方还可以 抛二 进三 下一步 威胁 马九 进七 叫江 攻势 零 一 所以实战 赵 星星 只好 马三 退一 那以下的变化相当必然 同方退炮 空不忘手 防止黑方跳卧草马叫沙 那这时黑方如果平中降 同方成底炮杀起 所以实战上降 同方并四平五桌向 黑方飞向 同方再平回来 卡住向眼 可为秩序 井然 回血马七 退五 抽炮 那以下 最后黑方 找星星 走下士 那王阔果断 兵四 兵五 黑方便主动任父 因为如平中降 那红方马二 进三 马后炮 杀起 由此 一名业余 骑手 一步登天 创造了像其历史 你说错了 我的瞎走 不是足以砍 大部分爱好者 我的瞎走 应该是可以砍掉 所有的爱好者 都可以砍掉 都可以咀嚼 我可能会被砍掉 所有的爱好人 我可以砍掉 我可以砍掉